让你听听我的故事 秋风飘过 秦总不再 期盼呐喊没盛开 一个人看繁华世界 却有太多无奈 有的人有的戏太假 当我看到繁华世界的时候 觉得自己太傻 背上一个罪名 因为莫虚有的罪行 人性格度就是为什么人活着费劲 所以我想于是可却活在自己的世界 像那些被我伤害的朋友 到一生之前 一直都说人生如戏 又有几个活得如意 不知不觉入戏 想要变得出戏 何时能够出席 一场大型话剧 让我好好演绎 哪怕没有好的演技 生活只会越加复杂 不会变得简易 但是还在挑剔 太多消极和魔鬼交易 也许 事业正在上升期 也许 究竟收入过多神志不清 也许 太多也许说不定我不信命 看不到镜头 所以我的脚步不能停 秋风飘过 我心从不再 期盼那汗没盛开 一个人看繁华世界 却又太多无奈 重击我一次一次 从头再来 他们都说兄弟 你一次一次跌倒失败 那又怎么样 人生不久充满惊喜 惊奇对我来充满惊议 我成情意囚禁 是我力所能及 所以我说我的故事 牛角钻的固执 没人可以复制 烂掉的flow 还在玩到一杯酒 继续乱大步向前 继续向前行走 我的那些 每次已经无药可救 无所谓 然后决定拥有什么 谁来就想告诉我 或者继续失去 什么一种停止感抱住我 不停凸显每天生活像是一段差距 又是一个新鲜自己的时刻 让我凝结话语 曾经骄傲地认为 我的故事不再是回应 也能够汇入历史河流飞跃去山之巅 可是现在 我感到无奈为此精彩 仿佛命运主宰 让我低头跪拜 秋风飘过 青草不再 期盼呐喊没盛开 一个人看繁华世界 却有太多无奈 我该追求什么放弃什么 是不是一如既往 我该面对什么逃避什么 然后枯方刺赏 过了疯狂年纪收敛风貌 然后又会匆忙 到了最后选择跪下 还是挺起胸膛 我的白色被涂抹 已经入魔写下这座后座 红与黑的色彩交织 是我的思想复活 生活不再活泼 像北深冬活泼 不停跑远的啰嗦 不停重复的蹉跎 秋风飘过 青草不再 期盼呐喊没盛开 一个人看繁华世界 却有太多无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北深冬活泼 比赶 小矛监 亚知